香港三大发潮银行之一的渣打银行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 随着内地游客在恢复跨境旅行后的回归 其财富管理和保险销售记录了大幅增长 渣打香港的消费者 私人和商业银行业务主管Steven Manway Shin 说大陆游客的回归将推动我们的保险 基金 债券和外汇销售在今年有两位数的增长 他说 与12月相比 该银行1月份的财富管理收入翻了一番 1月8日边境重开后 随着大陆客户的回归 该银行是众多发现其业务重回增长轨道的公司之一 结束了为期三年的低迷 根据香港旅游发展局的数据 1月份的游客人数 从12月份的16万零578人上升到49万8689人 增长了三倍 去年 有60万4564人到访该市 这只是2019年5590万游客的一小部分 Steven Manway Shin说 今年头两个月 来香港在渣打开立新账户的内地人 是去年同期的3.5倍 高于2019年同期 渣打在2023年前两个月 对大陆游客的保险销售 按年化保费计算 已经超过了去年的总销售额 而Steven Manway Shin相信 该行对大陆人的保险销售 将在第二季度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根据香港保监会的数据 就整个行业而言 2022年前9个月 内地人士在香港个人受限保单上 花费了10亿港元 占整体保费的0.9% 这与2019年内地人士在香港购买 此类保单的434亿港元相差甚远 在2016年的高峰期 他们购买了价值726.8亿港元的保单 占该是所有保费的39% 渣打银行去年在铜锣湾的旅游热点地区 设立了一个豪华的财富管理中心 此前在尖沙嘴也设立了类似的中心 同时 该银行已将其位于中环的交易广场分行 变成了一个绿色分行 该分行正在使用数字系统和机器人来为客户服务 根据香港政府的数据 中国大陆约有8万个超高净值家庭 定义为拥有超过3000万美元的客 投资资产 其中超过20%居住在大湾区